蔡昌謝先生 以上就是我們精采的 金鐘58的星光內容了 典禮馬上就要登場 你第一次的金鐘紅壇主持 心情如何 我真的是卸下心中的大石頭 因為這幾個月的壓力 真的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真的也是非常感謝 我接下了這個任務 因為我對自己負責 我勇敢的接受這個挑戰 那也因為這樣 我認識了很多戲劇作品 很多優秀的戲劇人 那也多出自己 希望自己有機會拍出 更多更棒的作品 跟大家見面 真的 而且蔡昌謝 不斷的一直在進步 她講話以前才沒有那麼快呢 對 因為其實我真的是平常 不管是任何時候 我只要看到字我就要唸出來 就是唸自己的語數這樣子 真的是太難了 太困難了啦 沒關係 你卸下大石頭 要轉換身分 你是我們的準影帝了 但是我在這裡真的要好好 謝謝 謝謝 我在進去典禮之前 我真的要好好感謝小黎 因為小黎在紅毯上 給我的支持 還有給我的安心感 幫我把她吹下去啦 謝謝大家 有妳我才敢接下這個任務 尖叫聲 就是好久不見的女神 桂倫美 桂倫14年重返台劇拍攝 就首度入圍金鐘獎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妳在戲裡面換了九個男朋友 有沒有妳自己私心比較喜歡的類型 或者是身旁的蔡翔憲 有沒有條件可以演你的男朋友 嗨 小黎 我轉一圈 對 努力 努力找一些優點有沒有 歡迎 蔡翔憲脫了啦 哇 吃得了吃得了 脫 可以啊 脫啦 不要啦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抱歉 極負正義感 且特地獨行的檢察官 在面對犯人 無孔不弱的挑釁的時候 仍然就要面對內心的黑暗 和辦暗的底線 成功承擲郭小琦 假傲琦 溫柔堅定 成為驅洒 連鎖惡意的一道曙光 今年作品非常豐富 形象多遍的他帶著觀眾 隨著線索 抽絲剝繭往真相邁進 果然也讓自己成功的 邁向了市地寶座 緊接著強大的男人 姚純耀 你太誇張了耶 純耀入圍幾次得獎幾次 但你旁邊有一個虎視眈眈的 強勁對手 還有純耀 學長 不要這樣 為什麼每次都強碰你 第55屆我首度入圍男主角獎 我還擔任頒獎人親手 把獎項頒了給你 純耀 你說一下 你覺得這一屆該怎麼辦 還是換你頒給我 我覺得 一起 一起 共享 共享是不是 是不是跟平生老師討論一下 這個畫面是在台灣的故事 三代師兄妹耶 沒錯 來幫我們拍一張 三代師兄妹 有點非常感人耶 對 表示我們在戲劇圈 表現得都非常優秀 才可以站在這裡 但認真講師兄 你為了演出殺人魔啊 眼神練得非常的徹底之外 聽說還要貼雙眼皮 有沒有什麼後遺症 有沒有長出雙眼皮來 後遺症就是 我現在這樣就會有雙眼皮 而且這樣就讓人覺得有點可怕 對 聽說你在家有時候不小心會跑出來 老婆會罵你喔 對 他說你趕快下戲這樣 我覺得你隨時要殺他是不是 太可怕了 太可愛了 但是真的很恭喜純耀 也希望你今天有非常好的成績喔 恭喜恭喜 李密請 不用讓給他沒關係啦 星光紅毯壓軸的就是我們 女神和男神的組合 歡迎徐瑋寧 李承冰 徐瑋寧曾以16個夏天 獲得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這次她第二次入圍迷你劇集 最佳女主角獎 在她而她的她中 演出精湛沉穩 內斂細緻的勾勒出 兩個獨特角色的輪廓 而李承冰一人分飾兩角 無論是上班族的都會男性 或是偏鄉的基層警員 都表現得極其生動 也讓她入圍迷你劇集 最佳男主角獎 歡迎金鐘公務員吳康仁先生 康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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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是不是 但也先恭喜你入圍了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 這是你第五度角族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你會不會就是很平常心的想說 那就再拿一座回家好了 會嗎 是平常心的來跟大家一起打個招呼 然後 有個人也很想拿 康仁哥 對 打招呼囉 台上對你打招呼這樣嗎 台下對你打招呼 沒有 如果我在台上就讚讚讚了 氣氛好 但是如果他拿到 你就要跟我說讚讚讚 我一定讚讚讚氣氛好 讚讚讚 哇 好溫馨的畫面 是呢 但是不管是誰得獎 我們都覺得兩位演得都非常非常棒 也謝謝康仁哥一直以來 很努力的帶來好多好作品 謝謝康仁哥 謝謝康仁哥 謝謝 你請 請 緊接著要歡迎到的 女神 讓我們歡迎 她和她的她 有人說我愛小劉 韋寧最美 真的好美喔 但其實韋寧聽說 因為這個角色很不容易 你要一直維持一個創傷的狀態 所以其實身邊很多人 都不敢靠近你 真的有這個狀況嗎 真的有啊 你看她的眼神 真的 那你怎麼跟她談戀愛啊 就是趁她下車的時候 下車的時候 因為她一般都在車上自己一個人 她需要空間嘛 喔 對 那 沒有…沒事… 通常是這樣嘛 那我想問一下是 陳兵因為在裡面有台客 警察小劉 跟精英男友李浩銘 那兩個角色都非常受歡迎 你有特別自己喜歡哪個角色嗎 我比較喜歡小劉耶 喔 為什麼 對 因為她比較沒有距離感 就人會比較喜歡啦 對… 人心土心這樣 對… 哇… 那今年入圍 你這個帥氣的先生有沒有給你加油打氣啊 呃…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對… 要打了什麼氣啊 就是… 秘密囉 喔…秘密 秘密 叫情趣 但是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兩位的角色啊 都是有在這個 解離的虛構世界跟政治世界中 一直不斷來回的盤旋互換 拍攝又可能不是順著情緒拍 你們是怎麼樣讓自己可以有很好的轉換的呢 其實我們這次蠻幸運的是 我們都是蠻順著情緒拍的 所以在… 不管說是現場導演的安排 然後攝影燈光 還有對手演員 其實都給你很大的力量 對 是 哇 那陳斌呢 聽說兩個角色都離你很遠耶 呃… 對 就是我需要一點道具找回自己啦 道具 就是可能… 牙籤嗎 對 顏小劉就是可能牙籤叼起來這樣 放回去感覺開啟了一個開關 對… 一方面也是跟他互動嘛 就會鬧他如果… 沒反應 那就… 這個不是小劉 所以其實熱臉貼冷屁股 是在這個劇組中 你常常會感受到的氛圍嗎 但是其實他和他的他 真的是一個代表作 因為他讓很多的女性 可能他曾經遭受了性暴力傷害 可是因為看了你們的作品 而勇敢說出來 或是得到了救贖 所以很謝謝你們 精湛的演出 再次謝謝你們 再次謝謝 老師 心情如何 我真的是卸下心中的大石頭 因為這幾個月的壓力 真的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真的也是非常感謝 我接下了這個任務 因為我對自己負責 我勇敢的接受這個挑戰 那也因為這樣 我認識了很多戲劇作品 很多優秀的戲劇人 那也多出自己 希望自己有機會拍出 更多更棒的作品 跟大家見面 真的 真的 而且蔡桑倩不斷的一直在進步 她講話以前才沒有那麼快呢 對 因為其實我真的是平常 不管是任何時候 我只要看到字我就要唸出來 就是唸自己的語數這樣子 是 真的是太難了 太困難了啦 沒關係 你卸下大石頭 要轉換身分 你是我們的準影帝了 但是我在這裡真的要好好 謝謝 謝謝 我在進去典禮之前 我真的要好好感謝小黎 因為小黎在紅毯上 給我的支持 還有給我的安心感 幫我一下子吹下去啦 謝謝大家 有你我才敢接下這個任務